自由时报 欧盟呛报复美关税 全球笼罩贸易战阴影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进口钢铁和旅客重税后 欧盟执委会主席荣克警告 你对美国哈雷重击 波本威士忌和Leafoyce牛子库等领导品牌失以报复 据透露欧盟考虑对这些价值达35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同样克税25% 以回应川普你实施的钢铁关税 相见欧盟呛报复美关税 空污笼罩 西部一片红 因前天元小姐各地常见鞭炮释放 昨天西半部空污严重到环保署成立二级应变中心 因应且空污噩梦还不会停止 环保署预报 西部地区空污不良情况将持续到明天 随风面及东北季风影响后才有可能前缓 提醒民众多加留意 相见空污笼罩 西部一片红 暖心女老板遭员工前夫枪杀 暖心女老板收留因家报离婚 无处可去的女员工 竟遭女员工的冷血前夫刑情是拘杀 暴富没行中枪与命 相见暖心女老板遭员工前夫枪杀 苹果日报 家报男枪毙女老板 高雄市岐山区一家早餐店作成发生害人 刑情是枪击命案 宵信男子怀疑前妻有小王 迁怒一柱收留 前妻的早餐店女老板竟持枪闯入店内 怒呛女老板 你很摇摆 随后朝对方眉心开一枪 女老板到握写 搏松衣不治 当时店内顾客和员工下的四处逃命 肖男行凶后又 朝在工作台工作的前妻连开二枪未果 其中一枪卡弹 肖男才离开 并在店外持枪比划 证骂 全程约三分钟 十分嚣张 警方已掌握肖男行踪全力追忌中 母辞是蔡总统累在眼眶转 总统蔡英文母亲商金凤卓下午 在子女家人随事下 在家装安详辞是享受93岁 总统府表示 张金凤医生简实低调 不愿麻烦他人 身后是一切从简 智商期间 除至亲骨旧 至即将另位安排外 不设灵堂宫公公开追思调宴 不举行公祭 并晚赐花篮晚连电仪 蔡总统对于各界的关心 表达感谢之意 法谷山助念师解说 蔡总统神情悲欺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忍住没让泪 水掉下来 联合报 川普引爆贸易战 全球反扑 IMF WTO都火了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 将对钢铁与铝财客关税 引起美国主要贸易国家不满 国际货币基金 IMF 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二日接发表声明强调美国总统宣布的进口限制 不仅损吉他国 也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 天晴无风难扩散 洪亥来袭 灰蒙蒙到明天 才一开春 空气品质立刻拉警报 昨天从基隆至台南西部陷入空污 洪亥 环保署监测全台77站 过半41站达红色警示 环保署为此开设第二级中央防治指挥中心 开电中油将在减排62个工业 驱山340加钢铁石化等大型排放源也自主减量 环署提醒这波红海以境内污染为主 持续到明天封面报到后才渴望改善 中国时报 西半台湾县红海埋吞八卦山大佛 国人欢度元宵 不巧遇到封面来临前晴朗无风的天气 加上民俗节庆大量燃放鞭炮 境内污染物持续累积 昨日中午高达18侧站 下午2 五子报 全台西半部纵基隆到台南 空气品质指标AQI 多半达到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红海等级 连彰化线地标八卦山大佛都买没了 陈菊接府秘书长可能访美后上任 2018年底地方选举11月登场 民进党明天起一连三天举行 高雄市台南市及嘉义县长党内初选电话民调 据了解在三个初选件事完成提名 且高雄市长陈菊确定代理市长人选后 等月地方美结束 研判他就将北上接下总统府秘书长一职 中文字幕秘书长一职